数目是不是太小了 这是我能拿出的全部了 我有个朋友是卖药的 比外面便宜不少呢 我的脸都让你们医院给毁了 你把责任扛下来 我不会 做你的地罪药 药品是你签收的 责任就在你 站出来 解放它 明天等着上头管头调吧你 十万块钱 这抢钱呢你啊 我已经被孟男利用 我不想再被我的兄弟利用 你怎么能让周往天替你背黑锅呢 你难道理心看到我被调杀吗 妈 你说我该怎么办 这件事情 好像早有遇过 那个友相背后 可能还有一个人 爸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已经走了 叫院长 您看看您的诊断书 院长 订婚请简 我看了一下 下个月初一是个好日子 你喜欢江洋师吧 你别忘了 他马上和你哥订婚了 你送我一栋房子 那是个家 下午有一个刚入院的病人 严重心脏衰竭 需要马上进行移植手术 问题是有没有合适的心脏共体啊 只要你能答应我 我马上帮你阿姨转练 这就是你想要过的生活吗 我一辈子都不会心里烦毒 他爱上了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你爸 我老爸 让我跟孟南哥结婚 我们的订婚点理应该在 不久之后就会举行 明天 千万不能有闪失 孟主任 病人心跳不正常 加油 你可以的 必须保证我们的新闻 上明天的头条 江上门 你这么做太无情了吧 我现在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我的商业利益 我心目中的女婿 只有你孟南哥一个 只不出别人身上的毛病 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的问题 不要适合靠近家女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 图画 今天我们来看青春励志剧的 第十集故事 之前我们看到了 野心勃勃的江上门 一直都在试图去吞并四雅医学院 并且利用各种阴谋诡计 想达成手段 比如说 他最近利用易阳和加诺 想救治理婚上的决心 精准打击的斯雅 利用直播手术来翻身的计划 也因此 斯雅跟上门 他们的对抗 可以说 真正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为了已是惩戒 易阳被调去了 老连科做实习医生 而这个时候 易阳也通过理护士长 知道了 加诺也钟情于自己 然而孟南和加诺 两个人马上就要订婚了 爱情和亲戚之间 到底该如何去选择呢 另一方面 我们看到 孟南曾经是成熟稳重 心怀抱负 但是因为种种打击 他变得有点急功近利 甚至有点歇斯底里了 面对财务危机 孟南提议 去开设整形美容科 但是 为达目的 可以不得手段的孟南 在这种急迫情况下 能开设好美容整形科吗 孟南与加诺和易阳 他们三个人的情感 有道理会何去何从 应该可以说 新一轮的竞争与选择 又到来了 这家菜做得不错 我之前已经定好了位子 小姐 十六号在哪儿 你好 这边请 好 这边 谢谢 谢谢 请看菜单 好 姐 你先点着 我 洗手间 好 待会再点吧 好 喂 哥 姜诺她去洗手间了 叫她什么事 怎么是你呢 我跟我自己的未婚妻 吃顿饭很奇怪吗 倒是你 找姜诺什么事 没什么 那她回来 让她给我回个电话吧 好 知道了 这么快 你真能干 我没看错人 院长您过奖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 发给您的预算 您看过了吧 我修改了一下 院长 这树目是不是太小了 猛然 医院的情况你最清楚 这是我能拿出的全部了 那只能把场地的费用去掉 才勉强够设备的费用啊 场地费去掉 那美人科开在哪里啊 这其实我仔细想过 能不能把五楼的老年病房腾出来 那边采光好 病房也还算新 我们只要简单做个装修 引进新的设备就可以开业了 再说 老年病房一直不盈利 还需要学院拨款补助 我觉得应该减少病房减低损失 那 那老年病房挪到哪去 原来旧的教师宿舍 就可以供老年病房使用啊 不行 楼又旧又没电梯 老人们 院长 老年病房对设备的要求 相对比较简单 我们只要把旧楼 重新粉刷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美容科 如果搬到旧楼的话 那可就麻烦了 电路要改 房间格局要动 至少还要改出一间手术室 这花费可就大了 再说了 美容科如果设在顶 电梯可以直到 我相信大多数来 整形美容的病人 都希望可以保护他们的隐私吧 这话是没错 你一定要这样吧 老年人经不起折腾 我们只要把旧楼 重新粉刷好 该挪的地方挪好 再请老人们搬过去 不就行了 还有 那些病情不重的病人 就请他们直接回家算了 总之 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改制 那一定要做到 剩下的老人 我们要徒善处理 不能出错 明白吗 这当然我知道 您放心吧院长 刘护士长 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昨天晚上突然接到的指示 那 那病人呢 病人都转到哪儿去了 符合出院条件的 都送回家了 归中病人 暂时送到别的病房去了 别的病房 怎么会这样呢 听说 好像在这一层 要开设什么新的门阵 突如期来的雨 是冰冷的别离 深爱着你 但却注定放弃 命运来得太轻 来了 今天喝什么 今天喝什么 加诺 周三不是他的事吗 加诺 他没跟你说吗 说什么 他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我一直联系不到他 加诺 已经不在这儿跟他走了 听说去了别的地方了 不算这里了 那他 说不说去哪了 这种事 他怎么会告诉我们呢 是吧 喝什么 谢谢 不用了 好 谁的眼神在说谎 看似平常 你的拥抱在多深 一再退堂 任泪水在纷乱 任笑容在灿烂 也不会再让你疯狂 你好尽我的情感 只剩凄凉 你亏欠我的温暖 怎么不长 我一再的坠根 脚步还是太慢 你早已不回头向前 飞 爱是那么匆忙 我梦都更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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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要点婚了 一切都太动荡 认真过其实就不忘 爱一场 我梦都更不想 你耗尽我的情感 只剩凄凉 你亏欠我的温暖 我梦都更不想 我梦都更不想 我一再的坠根 脚步还是太动荡 我梦都更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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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再的坠根 你先去 我说你在美国留学 还没忘记 我们这些老同学吧 什么事啊 让我们这个孟大博士 一个人在这喝闹酒 出来听听 说不定 我还能帮上你忙的 眼下整形业那么好 我们斯雅医院呢 也正在准备 开设这个校 我觉得这是好事啊 可是你知道吗 开设一个新的项目 需要很多的资金 在购买完那些医疗设备之后 剩余的资金 要再想购买美容药品 恐怕就有点逐筋见证 哎呀 我当时什么事呢 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个事啊 你抱在我身上了 真的假的 你有什么办法 我跟你说啊 我有个朋友是卖药的 从他那计划 比外面便宜不少啊 那要便宜当然好 不过品质才是最重要的 放心啦 我你还信不过 那先谢谢你了 这事拜托你了 来 谁让咱们是同事好友 帮这点忙算什么呀 来 先谢了啊 要没什么问题啊 去签字吧 价格呢 确实便宜不少 不过 这个药不会有问题吧 能有什么问题啊 这个药是专门卖给老朋友和老熟人的 不会有问题的 不对啊 在网络上怎么找不到这家公司呢 这家公司还没有正式注册呢 就是因为没了那些店面费和员工费 所以价格才压下来的 这样行吗 没有注册 那些药出了问题怎么办 能出什么问题啊 真药是出了什么事 有我兜着呢 我还能骗你不成吗 我跟你说啊 我在那个地方 拿货拿了好几百次了 一直都是顺顺当当的 好吧 那今天这样我就先订十箱 货到付款啊 这样就对了嘛 对了 你朋友那边你帮我盯着点 请快帮我包包 好 放心 包在我身上 孟主任 怎么了 有个人找你 好像是你订的那批药到了 好 你让他等一下 那个人很着急 他说让你马上去签收 能不能稍微等一等 货主任 病人心脏不正常 马上准备出颤 我现在脱不开身 你去帮我带救救 快点 哦 好 血压多少 一百八 心跳呢 一百 居然让丝牙抢了先 我早就让你们给我准备美容整形科的筹建方案 一拖再拖 现在好了吗 那 那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立刻开始筹建 刺压已经开了 我们再接着开 别人会怎么看我们医院呢 行了 先怎么着吧 看看情况再说 都出去吧 是 小包小包在这呢 来来来来 你看我这样行吗 挺好的 在这在这 你别晃来晃去的了 搞得会很紧张 爸 我想死你了 爸 叔叔 这位是 爸 这就是我给你提过的周旺天 哦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爸 你坐了这么久累了吧 不累不累 叔叔你肯定累了 咱们先吃饭 我来我来 好好好 谢谢 你看这孩子多懂事了 看路 好好好 慢点 这次我们斯亚医院呢 开设美容整形科 是为社会上广大爱美的女士 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组音 我们有最好的设备 大家也知道 现在社会上呢 美容整形的医院非常多 而我们斯亚医院呢 是一家大医院 让他吧 至于把美容整形科 做成一个非常良好的品牌 你们还好意思 在这里开什么新闻发布会 我的脸都让你们医院给毁了 叫你做责任出来 让他跟我们说吧 小姐 你冷静一会儿 马上带这位小姐去休息一下 没什么功夫 请给我到这边来吧 小姐 小姐 我的人生都被你们医院给毁了 我今天来就是来讨一段说法 小姐你再说一下绝望 请给我到这个吧 好吗 我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 我就算你们等着你们 给我一个说法 别碰 这位小姐 这位小姐 孟医生 麻烦你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我想这位小姐 可能是对她术后的一些副作用感到不适 而产生了一些误会吧 这些误会呢 我会跟她解释清楚的 对对对 我会跟她解释清楚 我请一个人 带你们参观一下手术室 让各位记者朋友 看一看我们的先进的美容整形设备 好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 孟大夫 整个手术过程我都很谨慎 没有违规操作 不知道为什么她会出现这种情况 用的是什么药 就是你让我签收的那批 肉毒感尖注射剂 那批药还在吗 还 还剩一些 就在库房 好 你先拿一盒去我办公室 再拿一些去化验 其他的你就先放到其他课室吧 好 等等 这件事情只有你一个人去办 不要让别人知道 以防记者乱行啊 对了 如果有人问急药的事情 你就说 全部都用完了 用过的病人 全部都没事 知道吗 知道 我去看一下病人的情况 你快去吧 好好好 不好意思夏小姐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感觉怎么样 你自己看呢 我现在整张脸 哪哪我都动不了了 这种情况出现多久了 还有别的症状吗 从手术到第二天 我就感觉不对劲了 我不以为是正常的 可是后来呢 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重了 我现在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你知不知道我这张脸对我来说我多么重要啊 我告诉你 你们要赔偿我的损失 你先别激动 一般手术后呢 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些面部僵硬的副作人 这是正常的 也是暂时的 正常的 那我身边的朋友 怎么没有一个出现这种情况 我算是明白了 因为他们呢 是在别家医院做的 不是的 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不同 体质也不一样的 这样吧 我先让他们给你打两支消炎针 观察两天 如果还是没有好转的话 我们再做进一步对证 大夫 我不会会容了吧 不会的 喂 博文 我是七月初进的 可是药品包装盒上的生产日期居然是八月份的 还有这回事 我看一下 不好意思 这合同上写的可是您的大名啊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你是我们中间的介绍人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好 我不管你中间拿了多少回口 你今天一定要跟我个交代 喂 晚上过来找我 哎呀 对不起啊 我今天晚上就不能来赴约了 来 喂 喂 不做我介绍一下吗 您不需要知道我们是谁 只需要知道我们可以帮您 怎么办 这一次我们不仅仅要帮夏小姐讨回公道 而且还要帮您打赢这场官司 嗯 听说您是优秀的演员 这个你们都知道 这次医疗事故 不是因为手术 而是因为他们用错了药 用错了药 那那我的脸怎么办啊 夏小姐 你放心 我们会尽快给你联系一家优秀的医院 让你尽快康复 而且费用全面 不过眼下呢 我们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啊 站出来 揭发他们 那些计诀怎么又会听我的话呢 这个不用你担心 放心 这个事情由我来解决 这么做 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夏小姐 你想想 斯雅医学院在业内是最受关注的医院 如果你站出来指证他们是黑心医院的话 那媒体 媒体一定会报道的 到时候 你想想 各个媒体都会报道你 夏小姐 来来来 先喝杯茶 你带了那么多媒体在外面 这样我很难做 更何况现在事故的原因 还没调查清楚 就诋毁我们斯雅的名誉 好像不太合适吧 不合适 我也觉得不太合适 我到你们这儿来是做美容的 没想到差点被你们毁了容 你觉得合适吗 好了好了 你看 这样好不好 我们来谈谈赔偿条件 你想要什么 很简单 一百万赔偿金 再加上在电视媒体上公开向我道歉 不 赔偿的事情好商量 可是媒体公开道歉 恐怕不行啊 不行 你的意思是说 你们医院使用假冒伪力药品 导致我们消费者出现了问题 这就行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药品出了问题 不是还没调查出来吗 好了 我看你是没有诚意解决这个事情 既然你不肯说 那就由我来说 明天等着上头版头条吧你 夏小姐 夏小姐 再商量商量夏小姐 孟主任 我查到了 查到什么 可以帮斯牙摆脱这次危机的证据 我查到那个药厂了 根本就不存在 只要我们把药商告到法庭 就可以免去责任 你以为我们买进一批有问题的药 就可以没有责任了吗 药品没经过检验就流进了市场 怎么说责任也不在我们 谁说我们这批药品是从市面上买进来的 你不是查过吗 这市面上有这种药吗 没 没有 那您的意思是 孟主任 您不会早就知道这批药品有问题吧 孟天 来 你先坐下 嗯 在购买完医疗设备之后 就没有足够的经费 我实在是没办法 就牵献给同学 通过他购买了这批便宜不少的药 孟天 嗯 你就帮帮我吧 我 怎么办啊 你把责任扛下来 去跟媒体说 这批药是你禁的 什么 太荒唐了吧 不不不不 绝对不行 你帮了我这个忙 我不会亏待你的 我会补偿你的 如果你之前跟我说 你别骗了 我还可以理解你 但是你现在说的这些话 我只会鄙视你 你以为我想吗 你以为我不知道西伯克拉底的誓言吗 但事情都这样了 你让我怎么办呢 院长知道这件事吗 我要去告诉他 等等 没什么可说的 我不会包庇你 更不会做你的替罪羊 药品是你签收的 这批药是你签收的 夏小姐那个手术也是你做的 你是不是一遭 就下话叫我做替罪羊 没有 我也是迫不得已啊 王天 你还年轻 你还有机会 不像我 我好不容易走到了今天 我不能失去这一切啊 没什么善我 没什么 就是因为我好欺负你 总之你帮帮我 听我的话把责任担下来 我保证你会没事的 没事 这么大的事你还敢说没事 学校的处分是免不了的 等事情过去以后 我会推荐你去美国的大学 继续念书 等你学成归来 已经几年过去了 没有人会记得这件事情了 你还是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 我要去告诉院长 让他做决定 周旺天 你逃不了 这药品是你签收的 夏小姐的手术是你做的 责任就在你 我不会纵你 静 静开 栽赃险害 栽赃 在这个学院里 我比你这个小小的实习生可信都高了 我 就算你不承认 我还是有办法让大家相信的责任在你 你威武器 你说什么 我希望你不知道 把脑前倒了 决定 这算是很危险的 你不没码 半个儿子 这十万块的支票 你先收着 还有 这是事故报告书 我帮你写好了 你签一下 就给院长送你 相信我 只要你听话 我会给你机会的 汪天 你到底怎么了 达罗 你说呀 有什么事你说呀 是想法了 破成了梦达的替罪羊了 到底怎么了 夏小姐用的那批药品是假的 她上了她朋友的道 现在医院要追究 她就把责任全都退给我 喂 一样 我听出事了 你要的是一个芝士蛋糕 你呢 摩卡 摩卡 我记下了 你还有什么吗 不要了 稍等 老爸 你歇着吧 坐会儿 没事没事 生意好 我心里高兴啊 好吧 好 好 美美 张阿姨 来 坐 不用忙了 不用忙了 你这生意挺好的嘛 这几天还不错 生意这么好 那就把房租给交了吧 房租 你不是说过些时候再交吗 美美 阿姨也很不容易的 家里等着钱用呢 儿子呢 又要办喜事 这个房租啊 是阿姨的救命钱 那好吧 阿姨 那我明天给你送过去 好 那我明天来拿啊 好 妹妹 有一点我要跟你说清楚啊 这个 这回的房租啊 不比上一回了 现在呢 这个地段涨了 阿姨这个房租呢 也要跟着涨一涨了 那 阿姨您要涨多少钱 涨价之后呢 你这个房租啊 要一次交一年的 总共是十万块钱 十万块钱 阿姨 太多了吧 我们一时半会儿拿不出那么多钱 房东拿点啊 你好啊 我女儿一个人来城里做生意挺不容易的 她刚刚把这个店盘了过来 现在你看是不是能把这个房租稍微捡一捡啊 对阿姨 帮帮忙吧 那可不行啊 我这里又不是慈善机构 你们要么交钱 要么就走人 你 你也太欺负人了吧 欺负人 你说谁欺负人呢 你干嘛 你干嘛 这一年要十万块 这抢钱呢你啊 你说什么呀 谁抢钱了 干什么呀你 怎么能动手呢 说了算啊 今天你就批准把钱交出来 是吧 你到底给不给钱 钱我们会给的 阿姨你先别说了 我们会给钱的 阿姨你先别在这儿道了 你们就应该成立了行吗 行了 孟天 你怎么这样子呢 这谁啊 我可是太高人出来了 钱我给 这种人啊 随便点点吧 别点太贵的 就这个吧 孟天啊 十万块钱 你有办法 爸 咱们再想想办法 他还是个学生 他哪有那么多钱 这个 我会想办法的 妹妹 你不用担心 可是 你要从哪里 行了 吃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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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好吃 你看 爸 叔叔我去接个电话 好 去吧 去吧 喂 孟天 我孟南 你又想怎么样 我告诉你 你别太过分 你不是缺钱吗 我担心十万块不够 打电话过来关心你一下 你怎么知道我缺钱 孟南 你别告诉我这件事和你有关 你别想太多 想太多事情就会变复杂 你真无耻 无耻 你最好搞清楚我是在帮你 好了我挂了 你想清楚之后再打给我 我 我决定了 我去把责任呆下来 什么 你真这么做你就没法回头了 汪天 我知道 可我没得去 我斗不过他 走 我陪你去找院长 有用吗 他们俩快成一家人了 他凭什么帮我这么一个没地位 没身份的穷学生 反正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帮孟楠 就是帮我自己 你说什么呢 你傻不傻呀 就为了那十几万块钱 跟出国的机会 你就出版你自己 是 我是为了钱 我需要钱 我女朋友需要钱 我不像你 你是个公子哥 汪天 你说什么呢 你们都站着说话不要头 你们考虑过我的处境吗 我不帮孟楠的话 美美那十万块房租怎么办 我的小兄弟 你就没有想过 如果你真的答应我 美美会怎么看你 她怎么看你 好了 别自己一个人扛着 有什么事 咱们兄弟三个一起扛着 走 往后去 你疯了 我已经被孟楠利用了 我不想再被我的兄弟利用 你说什么呢 你什么意思 你爸话说清楚 你是因为 孟楠和加诺快结婚了 心里难受罢了 非要我在众人面前揭穿孟楠 你敢说 你心里就没有一点私心 我告诉你 汪天 汪天 你要再把我放火 我教训你啊 打呀 汪天 汪天 不听 汪天 汪天他喝多了 你别跟他计较 阿姨 先进去吧 不用送我了 有时间长回来 好 你看我这记性 看见您太开心了 连正事都忘了 请点 你和加诺订婚了 是啊 太好了 我一定会去的 阿姨 那我先走吧 路上小心啊 好 回来了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都知道了 你怎么能让汪天 替你背黑锅呢 替我 你搞清楚 我也是受害者好不好 我做什么都是为了 撕牙考虑 做的一切都是为了 撕牙好 我又没想到我被骗 你当我希望 看到这个样子 哥 如果你被人骗了 我们可以一起努力 把那个人揪出来 但不管怎么样 你都不能去陷害望天 你知道这个社会 竞争有多残酷 多激烈 我好不容易 才做到今天的位子 好不容易 才有今天的成就 我是不能够失去的 那个周旺天 算了 他不过是个 出出茅庐的 实习医生罢了 对 从你的角度上来说 他是受了点委屈 但对他而言 我这是在帮他 帮他实现了很多 靠他自己 无法实现的梦想 这是能为你自己 开脱的一面之词 随便你怎么说 总之我是不会 改变这一切的 好 虽然旺天 受了你的骨祸 他现在脑子不清楚 但是我没有 我一定会让真相大白的 一阳 我是你哥哥 你难道忍心看到我被调查了 我跟加冬就快订婚了 他会怎么想我 你也不希望 看到加冬不开心 是不是 一边是我哥 一边是王天 妈 你说我该怎么办 这件事情 好像早有运功 要陷害你 这么说 那个要向背后 可能还有一个人 应该是 会不会 是江上门的 不会 他这个人 虽然有心机 可违背医学的事 他绝对不会干的 妈 你和他认识 不 我怎么会认识他呢 是你爸活着的时候 听他提到过 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本集的法律问题 老同学梁博文将梦南售出的未经批准生产的未经检验及销售的假药 触犯了生产销售假药罪 根据我国刑法第141条规定 生产销售假药的 处三年以下有机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机徒刑并处罚金 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十年以上有机徒刑 无机徒刑或者死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48条规定 禁止生产包括配置销售假药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假药 周放天子们都没有想到 一次快件的签收 就会让自己卷进这样的一个漩涡当中 无法脱身了 一边是承担所有罪责 被学院开除并且被剥夺刑医资格 换来就每每店铺的十万块钱 而另外一边则是说出真相 还自己一个清白 但是将会失去这十万块救急的钱 这次世界让周放天对身边的一切都产生了怀疑 三兄弟他们的感情也因此出现裂痕 那么最终周放天他该如何去选择呢 而同时孟南和加诺他们的婚期也是一发临近的 面对心爱之人即将嫁给别人 易扬在这个时候还会压抑情感 就这样跟加诺多过吗 现在可以说这几个年轻人都站在一个分岔路口 等待他们的将会是影响以后人生轨迹的重要抉择 那接下来故事会如何发展 他们又到底会如何去选择呢 请别错过我们的下集故事 看福法故事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福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图画 等一下 你认为你可以把它带走吗 那我们就一起重新写个新的故事 做做事就要负责 孟南你不要欺人太甚 你太令我失望了 我不能违背你爸爸的意思 不要老是拿遗嘱来压我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从你的身边抢走任何东西 从你跟你妈踏进我们家的第一天起 就注定这一辈子都给我抢东西 从今天开始 我们可就是盟友的 我爸决定成什么样 你爸爸跟你想象的都一样 你会失望吗 一切你的身体状况 恶化的比我预计的要快 不要告诉任何恶化的事 为什么我做什么事情你都要往坏出事 这句话也是我要问你的 你到底想做两章子 得到什么 儿子